只需要一台小小的机器 无需骑行,自行车也能实现自动前行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 自行车逐渐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 但是自行车对于上班族来说并不友好 如何节省上班时间又方便出行 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难题之一 济南的门师傅因为受到很多科学家的影响 十分热爱发明 他决定给自行车增加一个独立的动力装置 减少出行负担 自2004年开始研发第一代动力棒 他将动力棒加装于后轮中轴上 测试过程中发现 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会造成自行车失速 可能给用户造成不好的体验和安全隐患 新改进后的动力棒 使用离电池 对原来的电池体积进行了缩小 还能减轻电池的重量 方便用户携带出门 使用无刷电机 还能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保持功率的稳定性 自行车的最高时速可达25公里面小时 增加扭力弹簧 使车子的稳定性更好 遇见坑洼的路面不会被弹起 动力棒在刹车时采用自动断电的方式 可以保证使用者的安全问题 对于上班族代价等更加的便捷 站立面积小也能让更多的人接受 目前门师傅发明的动力棒 已经应用于生活的很多方面 给用户带去了切实可行的出行新方案 为他的发明致敬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